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買二手琴的時候有什麼要注意 不要看它琴一步 原來很多細節 我們未必需要初學的時候 就要買一部新琴 因為初學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連它的力度大小聲 大小聲的時候 我們未必掌握到 如果我們去貿貿然買一部琴 甚至乎在一部真實的鋼琴 不是不好 只不過可能會令大家 可能會比較浪費金錢 買了之後 我們練到差不多年月之後 我們才有那個技術 去到那個技術去掌握的時候 其實那部琴的聲音 各方面因為種種的保障問題 可能已經是downgrade了 就會比較可惜 所以一般來說 就算跟我學生 其實我都會很推薦他們 選擇二手琴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 我們最重要是驗琴 入正題 我們怎樣驗琴呢 其實大致上 其實我們分三件事 第一件事 確保所有的按鈕 一定是要work的 即按下去 兼且這部機會有反應 即假設它的chips是不會壞的 因為如果chips壞 很多時候我們都沒有辦法去檢查 那風險其實就可能要隨著那個琴靈 即琴靈比較高的一般來說 這個風險都會相對高一些 我自己個人就不建議買一些琴靈 即出廠年份超過八年的二手的數碼鋼琴 因為它們的琴靈可能已經有這麼多年紀了 它的chips 電腦板各方面 可能已經堆積了一定的層 初學者或新手未必懂得去處理這些機械上 或電子工程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回歸最基本 買一些新少少 出廠年份的一些二手琴 它會有分別的 電子琴、數碼鋼琴和電鋼琴 其實最主要市面上會分這三個 那電子琴呢 可能那些人彈起來 我們可以放近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們看到那個琴 其實它會比較像真琴 它整個按鈕的還原度都比較高 按下去都不會輕飄飄的 因為它的設計都會比較符合一個真實的鋼琴 那數碼鋼琴也是我比較推薦的一些種類 如果我們買一些輕飄飄 甚至乎它那個琴見得薄切切的 即是玩具聲來的 其實就會 另一方面 如果是電鋼琴 它就會是 再比較高層次少少的 那它就 真的會模擬它裡面鋼琴的鋼琴 裡面的鋼仔 鋼仔的做法 所以呢 裡面的 mechanism其實非常之複雜 研發成本非常之高 所以相對上 就算你找二手琴都不會便宜 甚至乎你去買一些二手的鋼琴 可能呢 都還會比這隻會比較好的 那為什麼我會這麼多隻裡面建議 電子呢 因為始終 大家可能都會留意到 IG 即是Instagram 或者Facebook 它們的趨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 吹向有直播 要有錄音的功能 那如果我們這部鋼琴 本身是沒有電的 沒有電的功能的時候 我錄音 或者錄好一些 甚至乎 譬如說 做ABRSM的考試 我們想留一條漂亮一點的聲音 其實這件事都非常難去做到 那我們試的時候 我們是這樣 我們就逐粒掣試了 試到它會有反應的 按了它有反應就可以了 那一路試 逐粒掣試 逐粒掣試 那基本上 你由左至上至下 這樣試就可以了 情況就 都幾次錄合彩的 那些功能的東西 盡量就 按到一粒掣 就看一看螢幕 那有沒有任何的 一些死點 那都有可能反應 chips 的問題 好了 如果試完掣 那第二部我們要做 其實就真真正正試一下 這個鋼琴 那個鋼琴的了 好 一般來說 我們有88個key 88個key 就由最低音的A 到最高音的C 都有的 我們如何確保 他們這88個key 若果以前學過 琴的同學 都會知道 啊sir你當然想教 chromatic scale 那什麼叫chromatic scale 我們現在試一下一次 就好像這樣 但你就可能會覺得 會不會是因為你本身 所以你才可以彈到這麽快 其實是未必的 我們就算一個初學者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指法 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那就跟著做就可以了 若果不明白的圖仔 可以play慢一點 首先我們放手指弓 在白色的key 我用這邊去看 然後黑色的key 就永遠用中指去按 但凡遇到這些兩個白色 黏在中間是沒有黑色的位置 我們就彈完大拇指 就到石指 即是二手指 跟著就再彈 因為黑色永遠是用中指 跟著白色永遠起手指 都是用大拇指先的 中指大拇指 要跨過中間是沒有黑色 然後大拇指 再加多一粒 然後一路下 如此類推的 其實我們試的時候 最重要是用不同的力度 去試這些琴鍵 我們可以先推到最大聲 然後用一個比較輕的力度 即是可能彈的時候 相對的手指可能彈得慢一點 慢慢彈 甚至乎那麼慢 無所謂的 盡量用相同的力度去彈 用完輕力的力度彈之後 其實我們就用中等的力度 可能弄的時候比較重一點 然後就會用一個很重的力度去彈 之後就會用一個很重的力度去彈 這樣彈 這樣彈的 我們會感覺到它其實是會半刀半刀半刀上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處理呢 因為通常我們遇到琴最大的問題 它未必響不到的那粒音 我們確認的時候 我們要小心 可能同一粒音 那粒音呢 它的力度感應是會壞了 例如 譬如可能它 你無論多小力彈 那這粒音是正常的 但是若果有些音 你無論勢力還是大力 它都出同一種程度的聲音 那就要小心了 那部琴可能是一些瑕疵琴 那就盡量要避免了 因為它會直接影響我們 去到學琴或者彈琴的時候 的一些感情的表達 那第三樣東西 不要忘記了 我們除了手上的那些 我們還要試鋼琴 鋼琴盒盒 其實呢 我們留意它會有三粒按鈕 三個的鋼琴 一般來說 我們只會用最右手邊的這個 這樣踩下去 檢查一下三個踩下去 是不是正常 有沒有卡住的 那但是它們的三個鋼琴 這個功能其實都有不同的 最右手邊這個 就是我們經常會使用的 延音搭板 顧名思義 我們按下去之後 我們無論彈 我們無論彈任何的音 它自動跟我們 hold住了那顆音 那我們要踩下去 然後彈 我們會感受到有音的hold住 我們手指彈下去 拿起它還有音的 但當我們一放手放腳 再動一次 再動一次 一放腳 它會有一個很明顯的 沒有了那些音 即是不會有一個sustention的作用 中間那顆 就有一點特別的 叫做選擇性的延音搭板 什麼意思呢 它很聰明的 它懂得分 什麼音應該 保持著 什麼音不應該保持著 做個示範 首先我們把腳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譬如說 我們彈 那可能 只要找兩顆音 首先彈到第一顆 然後呢 就踩一個按鈕 我們這個時候會發覺 我們怎樣彈這個音 它都會hold住 但是彈其他的音 是不會hold住的 又好像剛剛這樣 基本上放了之後 放了腳就是 它就會沒有了那個sustention 那左手邊這個就比較特別的 那它就說 在真實的三角琴裡面 你會看到整排鍵盤 會向左 右邊 右邊動 右邊動 這樣 一踩下去就會 向右動 整排鍵盤就會 那這個位置呢 我們呢 其實是沒有辦法 在數碼鋼琴上面試到的 因為它不會整排 去動的 它的作用呢 就是令到它彈的音 比較薄弱的 我們又找回同一粒音 踩個按鈕之後呢 甚至乎我也不是太分得出的分別 總之我們會聽到比較薄弱 一些高盤的位置 那個反音都比較少 如果不是的話呢 其實有可能是 它自己本身的琴 設定呢 可能設定錯了 那就未必是關音 部琴壞的事情 那可能真的請回 賣這部二手的 送賣鋼琴的一個買家 查一個說明書 教一個正確的設定 或者去重設這部琴呢 基本上這個問題就會解決的了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希望幫到你們 記得不要忘記 點贊和把這條影片分享出去 拜拜